大型客運在路上行駛 沒有跟前方車輛保持安全距離 儀器馬上發出聲響 提醒駕駛該踩煞車了 又或者是在沒有打方向燈的情況下 方向盤左右偏轉 儀器也會發出聲響 這是現在國道客運都必備的劇測儀 100公里來算大概50公尺 它就會叫 叫得很大聲 就提醒你不要靠太輕這樣子 市區的話時速30以上 它就開始測間距離的距離 大概25公尺以內它就會叫 有鑑於2012年在雪山隧道內 發生的火燒車事件 就是因為客運駕駛 為注意前方的臨時車礦 造成兩人死亡的事故 因此客運業者在這兩三年內 將公司內400多台車 都裝設聚測儀 另外還有這個 駕駛身體稍微擺動 上方監測儀器也會發出聲響 這是為了防止濕機 開車開到打瞌睡 防瞌睡裝置 防瞌睡自然會 會有一個聲響出來 這也是提醒駕駛員 你可能有打瞌睡的狀況 或者是這個晃神 這種狀況之下 然後能夠提醒他 不要再有任何的造勢發生 保障乘客行車安全 業者表示 裝設聚測儀跟防瞌睡裝置後 造勢頻率明顯下降 而且儀器啟動的次數 也會算在駕駛的個人考核項目內 就是希望交通意外不要再發生 歡迎收看張龍府王長茹 台北採訪報導 好的嗎 慢走啊 推動 餐一般 開車